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纳妍,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在2013年末,Lumia 1520的推出 让Windows Phone的拥顿着实兴奋了一段时间 科技美学也曾经对1520进行过非常详细的测试 不过,6寸屏幕的1520毕竟定位在跨界机型 人们更希望针对主流市场推出Lumia的产品 在时隔8个月之后,这款产品的行货终于上市了 它就是Lumia 930 在外观方面,Lumia 930边框材质为阳极氧化铝 贝壳是诺基亚的标志性巨碳酸质材料组成 阳极氧化铝合金骨架并没有采用iPhone惯用的金属切边设计 而是使用了平滑的圆角设计 避免了切边带来的割手的触感 巨碳酸质贝壳手感比较温和 搭配167克的重量使其拿在手中还是很有质感的 其实诺基亚旗舰机型的设计 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各家高端机型的印象并不相同 首先在边框宽度上Lumia 930采用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极窄边框 不过其屏占比仍旧达到了71.5%属于比较高的水准 原因在于其上边框较窄 另外在厚度上Lumia 930的厚度是9.8mm 显然不是超薄吉祥 由于其采用了弧形背板的设计 我们握持的时候是比较贴合手掌的 同时这个弧形背壳的重要意义在于 使得Lumia 930的摄像头部分不再突出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半年做四大旗舰对比的时候曾经说过 由于现阶段 诺基亚的2000万像素传感器模块比较大 没有办法像iPhone和索尼那样 通过把摄像头安置在机器边缘达到不突出的目的 那为了解决Lumia 1520机身上摄像头突出的问题 930采用的就是弧形背壳的设计 当然了从厚度方面 也就从8.7mm变成了9.8mm 尽管没有采用窄边块也没有采用超薄机身 但是Lumia 930给我们的感觉就非常的漂亮 原因就在Lumia系列招牌式的水滴型屏幕 这样的设计是Lumia系列与众不同 特别是在操作时的触摸手感很特别 你在屏幕外向屏幕内滑动时 会感觉屏幕一直在你的指尖 水滴型的屏幕和弧形的后盖前后造型呼应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较为方正的边块 所带来的歌手的感觉 Lumia 930正面上方是细长条状的听筒 前置摄像头与Nokia的logo 下方是三颗Windows Phone的常用按键 左侧是平滑的金属边块 非常的干净 而右侧为全部的物理按键 音量调节按键 电源键以及快门按键 其中两段式的快门按键 无论是半按还是全部按下 反馈十分的明确 并且按键面积比Lumia 1520更大 点按更加舒服 Lumia 930的SIM卡槽 并没有采用取卡针的设计 而是直接抠开即可 这部分涂层与金属边框一致 但材质上是纯粹的塑料了 至于大家关心的国行版的售价 微软公布为3599元 如果参考以往 Lumia 1020和Lumia 1520 上市高达5000元的定价策略 Lumia 930其实是有一点出乎我们的预料 在上市营销方面 除了微软中国商城之外 国内主要电商也都开启了预定界面 预定会赠送DT900无线充电板 或者BH806黄金版的蓝牙耳机 假如去掉赠品的价值 那么本次Lumia 930的行货定价 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了 好 那由于拿到这台机器的时间太短 关于930的详细情况 请关注我们在近期将会推出的视频测评 那你希望看到Lumia 930和哪一台机器的对比的话呢 欢迎你来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公众微信告诉我们 我们会根据你的意见来挑选930的对手 好了 本期的简介就到这里 我们过两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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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倒吧 这么贵的东西 砸坏了 你咋还了呢 另外那个930它不是全包型的射减 而且呢 它这个金属加塑料的硬度未必就比全包型的聚碳酸值要高 再说这么漂亮的机器也确实舍不着砸 不砸啊 还不放心啊 要不 试一试那啥 卖卖卖卖卖卖 比当时iPhone5的强多了 这个还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